八段锦,或者已经经之后,就开始拍戏,拍着把数据工扑扑扑扑,自己脸都红了。 大家好啊,本次的小话题,我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呢?分享我现场课的事。 我在咱们,就北京嘛,一家大的公司,教授咱们的八段锦。 你为什么不教义筋筋啊?那个太长,是吧?好多年十二竹你没法教,只能选择一些简单的教工法,选择教八段锦。 效果非常好,就现场课啊,小伙子,小伙子二十七八岁,挺棒的,一笑挺喜新的,练了半截,突然觉得,哎呦,我这做的不行,不行不行。 哎,就觉得突然就方便了,说明什么呢?就是,一筋筋,八段锦,调理你的身体状况。 哎,那不是说普通的那种,是吧?那个尿皮尿皮,不是这些东西啊,就身体一个吸收,哎,因为它那什么,比如说昨天,是吧? 从上下的称拔,左右的拧转,这些对腹部,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,哎,很好的按摩的作用,对,因为中午嘛,对食物,有一个吸收,有一个排斥,自然就引发了它的排泄功能。 这种好现象,包括还有一位同学,一练完这个八段锦,或者这个一筋筋之后,就开始排气,来这吧,出虚弓,扑扑扑扑,他自己脸都红了,嗯,直接跟后边的同学道歉。 后来我说没事,没有,我说这好现象,哎,这是什么,促进,因为也都是中午嘛,中午人家企业,中午休息的时间,吃完饭,没事,我带着一起活动活动,哎,促进胃肠蠕动,哎,就八段锦,你精精,促进胃肠蠕动,加快新陈代谢,哎,促进血液循环,使你的消化系统呢,得到更好的一个修复,一个养护的作用。 嗯,有意思,挺有意思的,所以呢,嗯,我接到的反馈也是啊,对这个功法呢,嗯,反馈良好,人家是,人家是,说话其实很实在啊,这个,这个功法,真是效果好,就很明显的效果,肩颈椎的,是吧,那,比如说腰椎,哎,各项,就是身体,都有这种, 包括血压钩,都有一定的,很好的缓解作用,哎,或者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,咱不能说大话,也不能说绝对的啊,嗯,咱本人就实实在在的,能到什么程度,就到什么程度,功法首先得适合人,你练什么,你适合什么,哎,你见效快,你就一门端进去, 就像咱们原来说的,叫什么见识,是吧,哎,把好的东西都拿回来,好了,关于这个有意思的小话题呢,就给大家讲到这儿,谢谢大家。